四药论篇第五十 四药,指针刺的要点 本篇主要论述了针刺过程中 要依据疾病所在部位,确定是一个进针深度 针刺深浅不当则已产生各种疾病 皇帝问道,我想听听针刺方面的要点 齐博回答说 并有轻重的不同,刺发也有浅深的区别 各须达到一定的部位,不能超过因刺的准则 刺的过浅就会伤及在内的脏气 刺的过浅就会使外在的气急庸致 气急庸致邪气就会沉积侵入 如果针刺的浅深不得当 反而会给身体带来大的危害 在内里会伤害五脏,而后会产生大病 所以说,病有在毫毛凑离前表部位的 有在皮肤的,有在肌肉的,有在脉的 有在筋的,有在碎的 因此,在刺毫毛凑离时不要刺伤皮肤 皮肤伤就会影响到在内的肺脏 肺脏功能受到影响,到秋天就会患温虐病 表现为稀稀然物寒,站立,怕冷的症状 刺皮时不要刺伤肌肉 肌肉受伤就会影响内部脾脏的功能 脾脏功能受到影响就会在每一季节的最后18天中 发生腹脏,烦满,不思饮时的症状 刺肉时不要刺伤经脉 经脉伤会影响内部心脏的功能 心脏功能受到影响夏天就会发生心痛病 刺经脉时不要刺伤经筋 经筋伤会影响内部肝脏的功能 肝脏功能受影响,到春天就会患热性病而尽管持综 刺经筋时不要刺伤骨 骨伤会影响内部肾脏的功能 肾脏功能受到影响冬天会患胀满腰痛病 刺骨不要刺伤髓 髓伤会使髓日渐消减不能冲氧骨骼而至足境发酸无力 身体倦怠无力,不愿行动 相关知识链接 针刺的深浅是针灸取效的关键 本篇就是强调的这一点 当然对于特定数学的针刺深度会因人、因时、因病而有变化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是以德系维度 而不是针刺越深效果越好 一般而言,寒症、食症、阴症一身次 热症、虚症、阳症一浅次 体质壮实、肌肉丰满者一身次 体质瘦弱、年老、年幼者一浅次 春夏一浅次、秋冬一身次 酒病故己要深次、心病病轻一浅次 原文 皇帝问曰 愿文赐药 齐薄对曰 并有浮尘、赐有浅身、各知其理、无过其道 故之则内伤、不疾则生外拥、拥则携从之 浅身不得、反为大贼、内动五脏、后生大病 故曰 并有在毫毛凑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精者 有在骨者、有在随者 是故此毫毛凑理无伤疲、疲伤则内动肺、肺动则丘病温虐 素素然寒厉 刺脾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复胀 凡不适时 刺肉无伤脉、脉伤则内动心、心动则下病心痛 刺脉无伤筋、筋伤则内动肝、肝动则春病热而矜持 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冻病长腰痛 刺骨无伤髓、髓伤则消瘦恒酸、体检、然不趋义 刺脸上你的 beams 刺脏疯 Pot ple pas